迎接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有多少华人去投票 加上多项提案 攸关华人教育跟生活 如何聪明的选择 东森热门的节目奖量化 这个礼拜特别邀请到 分享超过40年心路历程 节目中还有两大单元 法律人生跟财富人生 分别解答民众的生活疑虑 欢迎观众准时锁定 迎接美国大选发烧议题 奖量化热门单元就在你身边 本周特别请来共和党代表 圣盖伯林肯俱乐部主席何美媒 分析从联邦到地方 多项攸关华人生计的重要议题 在美华人不能不知道 你要仔细研究 所谓的平权 它其实要求的是一个 齐头式的平等 不是一个立足式的平等 所以一刀一砍 大家都平等你愿意吗 不只提案很重要 面对华人多年来 经常被批评的低投票率 情况有多严重 如何来改善 何美媒也开诚布公 她第一手的深入分析 共和党 民主党 民主党全给它包在里面 大家一起 可是一番那些资料 我们很害怕 因为很多人从登记开始 到今天没有投过票 而财富人生单元 DSG财税法专家 游行验律师兼会计师 本周则要交打观众 规划或继承财产与遗产 还有哪些诀窍 保护是两方都要保护 可是只有父母亲想说 小孩子离婚 小孩子也要想说 以后假如说一个父母亲先走 另外一个活的配偶 再重新再结婚 也是要从那里要保护 法律人生单元 还有许志明律师 教观众如何分辨 被种族歧视了吗 更多完整内容 欢迎本周六与周日 锁定东森与超市频道的 讲量话 东文新闻英雄文 佑永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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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